别看人家只是龙套,但只要他们一演戏,很多大咖都专程赶来为官,行走的教科书你懂吗? 港圈很多艺人都是他们的学生,少姨夫只会管理和投资,什么是表演,什么是制片,没几个学院派的理论家怎么能行? 他们日常负责授课,先来无事就跑到剧组过戏影。 本期的不如就当当就和你聊聊TVB三位殿堂级龙套,陆顶记中韦小宝的妈妈韦春花,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,她可是TVB学院派的代表人物。 除了在TVB跑龙套授课之外,人家还是大学教授,今天我们记住她的名字,罗冠兰,她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,从小性格乖巧十分好学,一路不费吹灰之力的考上了香港进会大学。 在校期间罗冠兰爱上了舞台剧,出于个人兴趣,毕业后她拒绝留校远赴英国进修表演,终于考取了东西方戏剧研究院的硕士学位,回港后,她又进入香港大学继续研究表演。 内容涉及戏剧表演,戏剧治疗,历史,地理等科目。 那一日后成为TVB表演顾问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最初罗冠兰很少演戏,但人家只要出手,必是行走的教科书,很多大咖都前来为官。 47岁那年,她凭借电影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,斩获金像奖最佳女配。 也就是那年香港政府为表彰她在演艺界所做的突出贡献,颁发了十大杰出人才奖。 即便是性格反差极大的人物,她都能精准拿捏义正一些。 让人感叹谁说理论不能指导实践。 要想做一名资深的演员,还是要多读书的。 现在的罗冠兰有多重身份,她不仅服务于TVB,还是香港演艺学院高级讲师,中国新电影公司演员培训班的校长。 那问题来了,你知道TVB议员训练班建立之初,她的校长和老师是谁吗?点个关注,咱接着往下聊。 党剧教父是谁?她在TVB的威慑力有多大? 如果没有她TVB议员训练班想建起来,那就是纸上谈兵。 她就是江湖人称Kingster,堵神里的笑里藏刀,使徒行者里的终极大boss钱瑞安的实验者钟景辉。 她可以称得上是TVB的开山鼻祖。 1958年,家境富裕的Kingster,孤身前往美国耶鲁大学进修戏剧表演。 硕士毕业后回到香港,发展成为静汇大学的戏剧老师。 任教几年后受TVB高层邀请,成为高级编导及节目经理。 随后钟景辉便提议开设议员训练班,为公司输送人才。 当年有很多人反对,但她力排众议,领着压力和赌注开设培训班,并担任校长和老师。 每年报考训练班的年轻人很多,作为校长,她会把淘汰的人再过一遍,就怕漏掉一些好苗子。 周润发就是被她捡回来的,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男孩子个子太大,以后很难找搭档。 但钟景辉不这样认为,她说看到周润发我就想到了秦祥林。 90年代周润发,周星驰,梁朝伟,刘德华都已经是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巨星。 但见到钟子还是很紧张,除了当老师,校长,演员。 钟景辉还是一名合格的配音演员。 港版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她的杰作,除此之外,TVB第一次拍外景节目也是她的提议。 可以说刘洋归来,她把毕生所学都献给了TVB,虽然名望很高,但她跑龙套的时候,从不会在片场指指点点。 因为她一直告诫学生,演戏是要听导演的,演员要有职业操守不能越界,不愧是什么样的师傅带出什么样的徒弟啊。 25岁出道,罢平50余年,她见证了香港影视的浮浮沉沉,人称港鱼发展的活化石,资历深厚,向华强健了都要尽她三分。 那就是关海山,江湖人称瞎叔,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迫于生计她发现在香港有一批人正在筹备拍摄电影赚钱,那个时候大约就是电影的萌芽时期。 关海山抓住机遇,成为影史上的第一批演员,1976年少一副筹办TVB,此时瞎叔已经51岁。 作为敢于DAP吃螃蟹的人,虾叔又跟着邵氏,成为DAP签约艺人,虽然她一直都是配角,但她的资历和地位没人敢小看。 有人说跑龙套的鼻祖就是虾叔,做戏先做人,请力赢三分,虾叔说过的话让刘德华铭记一辈子。 76岁,关海山再也拍不动了,TVB给她颁发了终身成就奖,虾叔终于可以光荣退休。 可惜退休后,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子女们都惦记着她的家产,终于在她去世的那天,子女们大闹灵堂,成为港圈的一段丑闻。 郑少秋等后辈出面才摆平了这一件争产风波。 关海山自立身后,爱惜羽毛,备受尊重,没想到死后却闹了这么一出。 这场闹剧让你想起了哪部电视剧,评论区聊起来关注,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喽。